单膝下跪掏出戒指 2011年两人到纽约看球赛 在全场观众见证下 陈建州惊喜向范伟奇求婚 隔年步入礼堂 范伟奇绝美白沙登场 陈建州急着亲吻新娘 害羞的她忍不住抗拒 引起全场尖叫 接上她就可以亲吻了 交往十年步入礼堂 陈建州成为大家口中的爱情魔人 时常对范伟奇表达爱意 更曾放话 娱乐圈中的绯闻 劈腿和第三者之类的东西 很不营养 会让范范一辈子放心 也让年轻的朋友看看 天下真的有这样的爱情 节目上深情告白 没想到却被大牙点名 十多年前对她性骚 时间点竟然就在 陈建州范伟奇新婚一年多 摊开过去两人上节目片段 陈建州就曾爆料 自己结婚时很想舍稳 但范伟奇放不开 还帮她打分数 让范伟奇超傻眼 我觉得这一点就是 我一直觉得跟个愉快 她这一部分就是逼解 而大牙爆料同一年 范伟奇受访时也被问到 如果劳工偷吃怎么办 当时一旁的维里安接话 应该会把她切成好几块 范伟奇点头附和 如今陈建州卷入迷途风波 范伟奇跟随老公发共同声明 强调一切非事实将采取法律行动 捍卫另一半的声誉 TVBS新闻 卢文昌士挺一 台北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